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看了太多婚姻失败的例子 也越来越担心自己女儿以后的婚姻状态 他和我聊了很久 也聊了很多他对婚姻的看法 在这里 我以书信的形式 整合和总结了他的一些经验 和大家分享 亲爱的女儿 昨天你唐姐离婚了 我在视频里和你说的时候 你一脸震惊 不敢置心地问我 怎么可能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你唐姐和唐姐夫之前 有多恩爱 我们都看在眼里 可你一定不知道吧 他们离婚的最根本原因 不是你说唐姐婆婆对她的刁难 而是你唐姐夫在面对婆媳关系 严重失衡时的坐视不管 之前听你唐姐说 她每次和婆婆发生矛盾 你唐姐夫都劝她多让这点 可婆媳矛盾能够让得了 夫妻问题又怎么能一直容让下去呢 说实话 女儿 见到你唐姐如今的憔悴 我不得不联想到你 你今年二十岁了 再过几年你也会恋爱 嫁人生子 妈妈希望你能有一段 美满幸福的婚姻 能有一个人伴你 看过人生这一程的风风雨雨 妈妈不能陪你走一辈子 所以我希望你在择偶的时候 一定要多了解清楚对方 其实一个男人值不值得嫁 多多少少都能从他的家庭中看出来 爸爸对妈妈的态度 一个家庭 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 一我二十多年的婚姻经验来看 我觉得是夫妻关系 我一直相信 每个孩子降临人间的时候 都是一张白纸 为人父母 我们教给孩子什么 孩子便会成长为什么 对于婚姻来说也是如此 爸爸妈妈的婚姻状态 会烙印在孩子的生命里 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 孩子未来对于婚姻的选择 之前在一篇文章里 看过一个故事 印象还挺深刻的 大体是说 有个年轻人从小在一个父权家庭里成长 父亲很强势 家里大小时都是父亲数了算 而母亲呢 则默默扮演着保姆的角色 她从小就怕自己的父亲 但又渴望能够父亲 一样掌控一切 所以等她成家之后 她想要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宰 就会对妻子以止气势 大呼啸叫 爱就像是一个轮回一样 她爸爸对妈妈的态度 被她带到了她的婚姻里 成为了她对妻子的态度 我一直不是很赞成这样的婚姻状态 我觉得一个健康的家庭关系里 首先就要做到尊重 爸爸懂得尊重妻子 孩子长大后 也自然懂得尊重自己的妻子 就那你爸来说 他虽然有时候很倔 也有些臭毛病 但我一直庆幸的是 他从来不觉得 我为这个家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尽管在一起生活这么些年 我们之间有吵吵闹闹 磕磕绊绊的时候 但我感到更多的 却是这些平淡的幸福 女儿 记住妈妈一句话 找伴侣 一定要找那个懂得尊重你的人 如果在你没有完全了解这个人之前 不妨去他家 看看他爸对他妈的态度 多少啊 也能看出来这个家庭的温度 父母对孩子的态度 以前看过一句话 这世上所有的关系 都是指向相聚 唯有父母和孩子的关系 是指向离别 你刚来到我生命里的时候 我也自私地想过 要你一辈子地留在我身边 可看着你渐渐长大 渐渐有了心事 在一步步追寻你人生的时候 我也开始懂得 父母之爱 其实是放手 世间所有的亲子关系 都是一样的 只有离开父母的语意 孩子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父母若是对孩子太过溺爱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就很容易折翼 前两年 网络上有一个很火的名词 叫做巨婴 形容的就是一个 太过溺爱的家庭里成长的孩子 就算成年之后 他还是摆脱不了婴儿的状态 表面上看 他会像正常人一样 娶妻生子 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生活 但一遇到麻烦 他自身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最常见的就是剖析矛盾 作为妈妈 若是对孩子的爱太过了 一旦儿子有了新的家庭 他就会恐慌 甚至忍不住去破坏 他和儿媳之间的关系 而儿子呢 从小到大背负着母亲 对他的这份厚重的爱 他会不由自主地站在母亲这边 结而就导致了 作为外来人的儿媳 被婆婆排斥 老公不理解 家庭纷争不断 还有一种情况 是父母对孩子太过冷漠 阿玛以前当老师的时候 遇到过一个学生 很孤僻很内向 在班上都是独来独往 起先 我以为他是被同学排斥 了解之后才知道 他是将自己内心 封闭在一个壳子 外人进不来 他也走不出去 之所以会这样 根本原因就是他父母 在他成长阶段的缺失 而这种遗憾 拿高晓松老师的话说 可能需要几十年 甚至一生才能走出 所谓女儿 只在路上匆匆买了水果 但后来听你爸说 你爷爷奶奶对我的第一印象很好 还快我有心 其实当时我多少有些心血 但更多的还是感恩 我见过有些公婆 嫌弃儿媳穷的 嫌弃儿媳丑的 也有嫌弃儿媳 身高不高 外地籍贯等等 即使他们表面不说 私底下也会 旁敲刺激地 把他们的想法 传达给儿子 记得早年 我有个姐妹 和他的一个同事谈恋爱 两人快要到结婚的时候 男方的父母说 女方和他的儿子八字不合 不同意他俩在一起 后来好不容易 男方说服了自己的父母 踏进了婚姻这一关 结果结婚没几年 两人就离婚 听我那姐妹说 她嫁到他们家之后 公婆依然不怎么待见她 家里经常因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闹矛盾 比如她扫地没扫干净 碗没洗干净 就会被婆婆拿来唠叨 她没少为这些收获 而她老公家 在妈妈和老婆中间 一边受着妈妈 对老婆的嫌弃 一边听着老婆 对妈妈的抱怨 两边都不讨好 最终她干脆去外面 找了个新家 之前我姐妹恨她老公背叛 恨她无情 这几年她就跟我说 这段婚姻的失败 从刚开始便可以看出来 我认同她所说的话 我一直觉得 一段婚姻的溃烂 是从内部开始的 真正能够被外人破坏的婚姻 少之又少 但一个家庭本身就千疮百孔 矛盾不断 那她的倒塌 也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所以在结婚之初 看公婆对你的态度 就尤为重要 好的公婆 是一段美满婚姻的催化剂 婚姻这条路 我走的这些年 也只是参透了这一部分 还有许多未知的 无法预料的事情 妈妈所能告诉你的 也不过是自己 对一些人生经验的总结 具体如何 还需要你一步一步地去探索 但女儿 无论如何 我都希望你能够选择一个 明朗健康的家庭环境 我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有权利 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但作为一个母亲 我是自私的 我希望这世间一切苦的 饿的 都能够远离你 我也希望 你能够一生顺遂 无忧无仇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会员朋友 夏和天 周美美 卢玉霞 米娅黄 红心妮 王子峰 黛玉 Sweetbo 凯琳E NG惠敏 君君对米片的支持 欢迎留言 告诉我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 也能和阿豪 私心交流哦 期待 与你相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